字幕志愿者 Who can tell me what's in the classroom? 教室里面有什么呢? 谁能告诉我? 我们看见这幅图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This is our classroom Classroom 教室 教室里面有黑板 Blackboard Blackboard 还有灯 Light Picture Picture 图片 Door 门 Window 窗户 Desk 桌子 Computer 这里有一个computer 电脑 Wall 就是我们的四面墙 Wall Floor 我们的地板 那么 what's in the classroom? 教室里有什么呀? Blackboard Computer Light Pictures 有很多的图片 Door Floor Desks Chairs Windows Windows 对不对? 我们教室里有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之前还学到过 我们教室当中 这些物品 比如说门 我们说打开门 还记得吗? Open the door Open the door 灯呢 大家联想到了什么呀? Turn on the light Turn on the light 还有图片呢? Put up the picture 还有我们的黑板 我们可以 Clean the blackboard Clean the blackboard 我们要擦黑板 打扫黑板 那么 clean 是一个动作 我们可以是擦黑板 也可以是擦窗户 把什么东西清扫干净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教室 打扫一下卫生吧 我们看到这里有三个同学 他们都在这里 Clean the classroom 打扫教室 手里都拿着我们的抹布 对不对? 我们每个学期新开学的时候 新学期是不是都要回到教室里面 打扫教室 Clean the classroom Let's clean the desks and chairs 我们一起来打扫什么呀? Desks 桌子 And chairs 椅子 那么这个小女孩就建议 我们一起来打扫桌子和椅子吧 我们把它擦干净 拿抹布擦干净 哇哦 这个小男孩在干什么呢? 他站在我们的window Window 旁边 Let me clean the windows 他要干什么? 他要打扫一下窗户 我们看到 让我来打扫什么 这个句型应该怎么说呢? 同一般会说 Let's clean Let's clean 让我们来一起打扫什么什么 或者说 Let me 让我 一个是复数 我们 let us 一个是单数的我 Let me 让我来打扫什么 那么我们看到这幅图当中 他们打扫了窗户 Windows Let me clean the windows 和桌子椅子 Let's clean the desks And chairs 因为有那么那么多桌子 都是复数 对不对? 所以他们要两个人一起来打扫 Let's clean 他们要一起打扫互相帮助 我们再看到这幅图当中 我们教室里有很多的物品 都有一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有哪些物品需要我们打扫 首先是我们的课桌椅 还有我们教室里的讲台 Teacher's desk Teacher's desk 还有computer 这里有个computer 这里还有windows Windows 还有bookshelf 我们的书架 还有blackboard 黑板 哇 这个小男孩就说 Let me clean the teacher's desk Let me clean the teacher's desk 让我来打扫老师的讲台 让我来打扫讲台 他站在这儿 那么这个小男孩是在打扫哪儿呢? 这不是要打扫窗户? 让我来打扫窗户 那我们同样的句型应该怎么说呢? 让我 let me 来打扫 clean Let me clean the windows Windows Let me clean the windows 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看到教室的其他的物品 同学们还有哪些物品需要打扫呢? 哇 我们的电脑要不要擦一擦? 上面有很多的灰尘了 把电脑屏幕擦干净 那么 让我来打扫电脑 怎么说呢? 让我来擦擦电脑 Let me clean the computer Let me clean the computer Very good 我们再看到黑板 我们要不要把它再擦干净一点 老师写字的时候 同学们也能看得更加的清楚 Let me clean the blackboard Let me clean the blackboard 非常好 我们再看到桌椅 Let me clean the desks and chairs 让我来打扫桌子和椅子 那么看到这里有两个同学 他们在干什么呢? 我们擦窗户 是不是也要提一桶水 哇 他们两个人在这里互相的帮助 他怎么说呢? 让我来干什么呢? Let me help you Let me help you 让我来帮助你 Help 帮助 Help 那么这个小朋友 在他提供帮助的时候 要说些什么呢? 哇 他非常的有礼貌 看到他提的这么大一桶水 很重哦 他就来提供帮助 那么这个小朋友说 哇 Thank you 谢谢你 谢谢你提供的帮助 好 那么我们会用到这样的礼貌用语 Thank you 来表示我们之间互相的非常的都有礼貌 小朋友们生活当中也要多用到这样的单词 好 我们一起来说 我们怎样帮助别人 我们要对那个接受需要帮助的人说 Let me help you Let me help you 当我们接受别人的帮助时 我们要向对方表示感谢 我们可以说 Thank you Thank you 那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这堂课当中经常学到的一个句型 Let me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Let me clean 那么这里呢是 Let me help 那么这个地方 Let me 就是让我来做一些什么 后面呢是加上一个动词 比如说这个动词是打扫 这里的动词呢是帮助 我们还可以说到很多的let me Do something Let me help 但是这里除了有单数的let me 还可以用复数的lets 我们看到这里的lets 等于let us 让我们一起来做什么事情 好 这样的句型 希望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去运用它 教室的这一块部分 同学们还在继续地打扫卫生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鱼缸对不对 里面有两条小鲸鱼 鱼缸上面还站了一只小猫咪 Cat A black cat 一只黑猫 好 猫咪也在这里打扫卫生 每一个同学都参与到我们的打扫教室的活动当中 Let me clean the fishbow 我们看到这个单词 Bowl Bowl可以指大的那种碗 缸 这里就指的是鱼缸 Fishbow 猫咪说 Let me clean the fishbow 让我来打扫鱼缸 他们在打扫的时候 是不是每个人都端着水 拿着扫把 拿着托把 每个人都在忙碌着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就没有注意到其他的同学 那么这个小女孩就不小心水 可能要泼到她的身上了 他赶快就说 Excuse me 打扰一下 要她让个路 把这个路给让出来 不然水会泼到她的身上 Excuse me 打扰一下 然后这个男生就说什么呀 Oh sorry 对不起 因为我挡到你的路了 我拖地的时候 可能挡到你了 那么我们在劳动当中 会和别人有这样的交流的时候 我们打扰到别人的时候 也可以说 Excuse me 打扰一下 给我让一条路 Oh sorry 对不起 马上把路让给人家 这也是像刚刚我们学到的 Thank you 那样的文明用语 Excuse me 打扰一下 Oh sorry Oh sorry 对不起 然后当我们看到别人说sorry的时候 好我们女孩子可以说 Oh no worries 没关系 It doesn't matter 没有关系 好这样的话 我们在整个劳动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更和谐 更加友好的来完成 我们打扫教室的活动 好我们可以在自己 每一次说话的时候 都用到这样的文明用语 在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使用它 那我们今天的课堂 就学到了这些内容 我们下一次课再见 Bye bye